人们常说,苦度不是子,父亲对于儿女的爱如大山般沉稳而有担当,祖辈对孙辈的穷是发自肺腑的妮爱,然而,在南京却发生了一件爷爷和父亲,两人,一同将九岁的孩子退入江中的世界。 不禁让人心寒起愤怒,到底是有什么天大的困难或者说仇恨,导致两个男人能够做出如此上天爱理之事。 很多人也许会认为这个女孩可能不是他们亲身的,他们才会如此没有人道,其实不然,孩子是确确实是亲身的。 只不过,这个女孩从小就换上了脑袋,在小孩的遗物上,人们发现了一个书包,书包里装的不是文具,而图书,而是足足八斤中的砖头,在此闻的时候手在颤抖。 八斤的砖头,是注定了要阵孩子于此地,看到这里,有不少人依旧在为那狠心的爷爷和父亲辩护,因为,他们都是从农村到城市打工的农民工。 家里有老有小,你打家只要生活,如果有了一个脑瘫的孩子,则整个家庭,甚至农村中的整个家族都会被拖垮,这些理由似乎在情义层面站得住脚,也能得到许多支持。 然而,在生命面前,在亲情血脉面前,一些的理由都是借口,并显得苍白无力。 人们常说,有苦咬咬牙就过去了,脑瘫的孩子其实都是四肢健全的,就是智力会相对较低。 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社会,只要孩子和家庭的确遇到了困难,网络上有千千万万的好心人,会伸出援助之手。 再者,就是生活在苦,也没有对自己孩子下手的道理,毕竟也还有福利院的存在。 退一万步,一切的苦都要自己认,那么也要去面对。 看过于华的活着的人都知道,主人公阿福的命运可以说是惨得不能再惨,可是他依旧坚持下去了。 生命是无价的,即使是一个残缺的生命,我们要做的不是舍去,而是精心的合固,这才是社会主义价值观,这才是真正的正能量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